小朋友唱着传统歌曲 从小学习族语音乐语言 需要从小长期培养 许多部落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动族语教学 但在都会地区的幼儿却难以受惠 因此立委稿录日前就针对原住民族幼儿 受族语历史及文化学习的教保服务机会 要求相关单位提出规划 希望都会地区的幼儿也能享有语言学习保障 有二分之一的原住民 其实都住在都会区 那我们可想而知那幼儿 其实也有这样的需求 那这些幼儿如果没有一个适性的 就是说对于教育文化 可以让幼儿去学习的一个场域跟地方 我会觉得这对于就是原住民未来 他整个健全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有长期在都会区推动语言传承的 波红明理事长也提到 在都会区幼儿园推动族语 确实比部落困难许多 需要考量到社区家庭学校等方面共事 才可能执行 像在新北市就只有单奉国小附设幼儿园 有沉浸式足语教学 波红明表示都会去幼儿园 学生可能会出现族群多元状况 认为其实也可以像国小足语课程一样 请足语教师到幼儿园上课 让学童在学校也能有说足语的环境 在新北市有一个做法是 新北市教育局幼教科另外编的预算 然后实施了所谓的足语教学的扎根计划 那开放各组的学校幼儿园 然后我们就推荐足语老师 各组足语老师 那比照小学这样的 大概一节到四节课 看他们的安排如何 这样也在推动一般的足语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要怎么让都会地区幼儿的足语教育 落实扎根 相关单位应该重视 教育部也在日前的回应表示 会带回去研议 不过教育部尼定前 应该找第一线的足语教师一起商讨 才有可能制定一套 较符合足人需求的幼儿足语政策 接着我们在lulu 台北市新北市清店采访报道